我也想講就是 我蠻謝謝我們家老公的 因為說老實話 就他也要很包容我 就是在這種時候必須有的時候 到紐約看看兒子回台北看看媽媽 然後這段時間剛好他也在家陪美麗 我也比較放心 從乘風風浪浪節到下午大概有 三年左右吧 就沒看到我媽媽 我當時也沒想到 就浪節之後 整個世界會變成這樣 我一直以為做完浪節又可以再回台北 所以當時甚至沒有想到 把米麗帶到這個內地來 後來真的覺得 老實這樣跟秦恩分開也不是個辦法 然後再加上媽媽姐姐都在照顧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還是要 這個 孩子還是要常跟爸見面的 然後 剛到上海的時候 的確就是 一磚一瓦都是從新開始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在台北嘛 一個杯子運過來也不太方便 而且也很貴 而且那個時候疫情也不太方便 不過三年下來對上海真的很有感情 也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現在米麗上小學了 我覺得整個生活是很規律的 就早上呢上學 然後呢 上學之後呢 就補補習啊 上上自己喜歡的課 然後之後呢 就晚上吃完飯 散散步 玩一玩 然後就洗澡睡覺了 大概八點多 就上床睡覺了吧 她生活習慣養得挺好的 那這個時候剛好兒子二十歲 我覺得在她成年的這一年 我是覺得 媽媽還是要多在身邊的 就雖然孩子長大了 你感覺她不需要你了 她也的確是 感覺不太需要你了 你每次在的時候她都會說 媽你什麼時候走 但是我自己長這麼大 我還是 遇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蠻依賴我婆婆跟我媽媽的智慧的 我還是會 希望我回頭的時候 心裡是有依靠的 然後 我也希望當我兒子在不顧一切 往前跑的時候呢 她一回頭知道媽媽都在 所以雖然說她自己很獨立 但是這次到紐約 幫她把家裡重新布置布置 她也舍不得花錢嘛 然後給她買一些新的櫃子啊 然後幫她把家裡一些細節弄好啊 然後給她買買花 然後給她做做吃的 讓她知道說 不管發生什麼事 媽媽都在你身邊 愛你 支持你 然後 永遠都 當你回頭的時候 我都在你旁邊 我覺得這種東西不是你靠說的 你得讓她生活裡有一些感受 所以 現在趁著米莉就是 上小學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時間段 另外真的 三年沒看媽媽 沒有說媽媽 發微信說想我跟米莉的時候 我心裡也 嗯 說不出來的感受吧 就 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兒 那 媽媽的年紀也真的是比較大了 所以最近 隔離時間也比較短 就五加三 所以 只是五天嘛 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那三天回家的時候 反正就全家都不出去 在家裡陪著我 也不是個大問題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時候 來來回回的走 也沒那麼辛苦 在這裡我也想講 就是 我蠻謝謝我們家老公的 因為 說老實話 就 她也要很包容我 就是在這種時候 必須有的時候 到紐約看看兒子 回台北看看媽媽 然後 這段時間剛好 她也在家賠米莉 我也比較放心 所以說 人活在事業上 我覺得最大的資本 就是人 所謂的人就是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的工作夥伴 年紀大了之後 人真的就變得比較柔軟 然後 很多事情不會那麼 就是 想太多 更多時候就會覺得 嗯 要好好珍惜 身邊的一切 所以 大家也 好好珍惜身邊的一切 好嗎 不要操心我 我知道你們很愛我 我也愛你們喔